这里是撒好的万家 有小伙伴说想看一下万家的里面 我现在逛的就是中间这里面 中间这里的衣服摆放就比较乱一点 就不会像主干道两旁看起来这么亮 不过你们如果用心挑会看款式的话 也还是可以的 可以挑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 好 现在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好看的款式 这个夹子上面都是调纹的比较多一点点 这个夹子有很多款式我已经上过了 这个背带裤可以这种款式是可以避眼入的 颜色也是秋天适合穿的颜色 还有这个小皮衣 现在这种小皮衣比较薄一点的已经出来了 中间这个位移有领子的这一个 这个是他们的大包款 还有这一套就比较职业一点点 万家这边是按照一阶二阶这样子分的 从门口进来正对面万家的那个门牌 右手边这边开始是一阶 一直算到那边是十一阶 如果你是新手第一次来这边 我建议你们只看主干到两旁的这个衣服就可以了 而且只选他们模特门口前面的这些衣服 这个门口好多这种黑色的这个外套 黑色是属于主打色 但是也要看面料的 就比如说有些毛利特别粘灰的那种毛利 你黑色的这种外套是不好卖的 因为它很容易粘灰 还有一种是那种棉的那种水洗棉 水洗棉很多人喜欢在冬天的时候 做那种有点类似派客服的那种衣服 上面是用那种那种白色的那种毛领 毛领因为一般都会掉毛嘛 掉下去的话会粘那个棉的 这样子粘起来就看起来非常不好看 像这种款式也是走不了的 虽然说它看起来好看 但是如果你们是做网上的话 推货率特别高 做实体店的话人家一眼就能看得出 这种是掉毛的 是粘毛的 就不想要了 这几天明显的感觉到秋装需求旺盛了 不管是在哪里 买秋装的人都是特别多 而且很多买家也在找你说 天气变冷了 有没有秋装 有没有合适现在穿的 现在这个时候打底三薄的这种外套 还有毛衣 像这种类型的都可以上了 外套也是可以上的 不是说一下子上上去就要卖的是要运热的 要提前一到两周这个样子 你要先把能卖的这种款式测试出来 哪些款式是卖完一首货不能再卖的 哪些款式是可以补货的 这些都是要提前测试好 到时候等到大家天气一冷的时候 找你买衣服的时候 你就知道哪些款式是该留 哪些款式是不能留的 牛仔裤现在已经是刚去的时候 是走不加油的 加油的现在是走不动 加油的牛仔裤要国庆之后才会上 一般刚开始会上那种 稍微薄一点的 比如说手抓有毛巾底之类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